之前門診有一個七十幾歲的阿嬤 就是跑來我的門診問看看說 因為他的膝蓋一直反覆性的疼痛積水 那打玻尿酸也沒有效 那試過吃過各種保健食品也沒有效 阿嬤沒有賺錢然後又擔心 開完不能比現在更好 所以他知道我們醫院有關節重建中心 所以他希望我們這樣一個關節重建中心 可以給他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我們膝關節裡面有前十字韌帶 跟後十字韌帶所交叉在這邊 那這兩個韌帶是控制我們膝蓋 彎曲跟打直很重要的一個構造 你要彎曲打直就是要靠他來感覺 整個彎曲打直的感覺 你的整個膝蓋活動度才會平順 可是當我們進行了全套的人工膝關節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前後 因為要把這個全套人工關節放上去 所以前後十字韌帶勢必要拿掉 可是一拿掉之後 你的感覺就變差 你的膝蓋就不像是天生的 那我們幫阿姨選擇 因為他只有內側壞掉 所以我們幫他選的是半套的人工關節 半套的人工膝關節 我們可以保留他前後十字韌帶 而且我們只磨掉他不好的地方 然後放上我們要放的東西 所以他整個手術比傳統的全套膝關節 還要傷口更小恢復更快 快的話其實是早上開完刀 下午就可以正常活動 而且保留最天然的膝蓋的活動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阿嬤最擔心的 這要花多少錢 這其實都是健保肌負的 拿掉